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 您想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这几年因为健康意识的抬头 所以只要跟运动有关的商品 都是近几年的热门送礼选项 像是强调排汉功能的机能衣 运动过后的按摩家电 和随时补充能量的果汁水深杯 都取代了传统的领带或者是皮夹 成为父亲节的送礼新宠 琳琅满目的商品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节商品促销大作战 想要送礼送进爸爸的心坎里 那么市场上最夯的送礼新趋势 宁可得好好掌握 传统的领带和皮夹已经退烧了 近年来因为运动风气盛行 只要和运动有关的商品 都卖得吓吓叫 现在是比较多购买防晒外套的 跟盘汉衫的送给爸爸当礼物 对因为那东西最实用最实穿 你爸爸希望的都是比较实用的礼物 标榜运动中最能吸湿排汗的机能衣 从2014年开始就热销不衰 业绩短短两年成长了近三成 专柜单日营业额就可以突破10万元 还有这款加强伸展的按摩椅 强调能够放松运动后的腰椎穴道 虽然单价高 但是视作和下单的人却比往年多了两倍 女儿的温馨啦 爸爸的高兴啦 特别叫我挑这一台啦 她本身做的这一台就是业界首创的双引擎 那所谓的双引擎就是说 一般旧式的那个按摩椅 它大部分都是一个引擎 从头就是滚到尾 那它这种双引擎比较特别 就是说上面一个引擎 然后你的下面臀部的部分 到脚的部分 还有一个很完整的引擎 两个引擎同时 同时在运作的时候 你让客人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然后按压起来特别舒服 还有这款随身果汁杯 往年都是女性消费者爱用 但是因为操作更简单 设计更轻巧 有不少妇女朋友 买来送给身边的另外一半 很方便然后又很简单 爸妈都可以上手 随手随时可以上手 然后带出门 也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操作 然后就比较简单 所以这也是好理的一种 运动风气盛行 直接反映在市场趋势上头 今年父亲节送礼 您可以有更健康的选择 陶友线新闻 时代林卢竹采访报道 可能会有人会送老拥冷 我們就说明天在市场趋势上 我们可以有更健康的处理